他是中国对奥运史上奖牌数最多的运动员 巴黎奥运未能夺的金牌 他却说为自己感到骄傲 他是亚运会史上首个六金王 却出生就带有先天病 但他从未放弃和疾病作斗争 从飞鱼变成了蝶后 他就是张雨飞 在本届巴黎奥运会上 张雨飞参加六个项目 收获六枚奖牌 分别为一银五桶 加上东京奥运会上的二金二银 累计获得十枚奥运会奖牌 成为我国获得奥运会奖牌最多的运动员 虽有遗憾 但张雨飞仍然是中国泳坛 目前最成功的女运动员 为了这一刻 他下了21年的苦功 1998年 张雨飞出生于江苏徐州 在他四岁那年 父亲也为意外离世 带给这个家庭沉重的打击 五岁开始 张雨飞就被送到徐州市游泳队 接受正规训练 12岁就代表徐州市参加省运会 13岁被省游泳队破格路去 成为年龄最小的队员 2013年 15岁的张雨飞入选国家队 所有人都对这位年轻小将充满了期待 然而 人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2015年 张雨飞在训练中突然觉得身体不适 去医院检查后被告知是先天脊柱测外 这对主公蝶勇的张雨飞非常的不利 因为蝶勇对身体的平衡性要求更大 但张雨飞并不想放弃 他选择比其他人更多几倍的努力去训练 通过后天的训练与校正去弥补先天的不足 2018年与2019年是张雨飞握心肠胆的至暗时刻 他的成绩不仅没有进步 反而是一落千丈 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要继续坚持谍勇或者游泳这条路 幸好 当时主管教练崔登荣做出重要决定 让张雨飞暂时离开200米谍勇 从基础训练做起先缓一缓 于是他开始练习出发 憋气 转身 那段时间的高强度训练 让张雨飞的体能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心态也慢慢调整了过来 三年后的东京是张雨飞涅槃 斩断心魔的一年 也是真正破茧成蝶的一年 东京奥运会上 张雨飞一天之内斩获两斤 成为西一代蝶后 他的笑容也成为了粉丝最美好的记忆 2023年游泳世锦赛上 此前拿了六块铜牌的张雨飞 终于圆梦一百叠的金牌 随后 他果断放弃200米叠勇主项 全力备战接力 再获一金 杭州亚运会 张雨飞六次出赛六夺冠军 一次打破亚洲记录 五次打破赛会记录 是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 当之无愧的MVP 本届巴黎奥运会 张雨飞在出战前 遭遇生理和心理的双重不适 虽然遗憾没能夺得金牌 但是面对遗憾 张雨飞却说没事 过去就过去了 没有什么事是完美的 其实这也是张雨飞的人生信条 哪能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一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